再看下面 赤经功德坟第十五 须不提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初日分已横河沙能深不深 中日分已横河沙能深不深 后日分亦横河沙能深不深 如是无量百千万一节已深不深 若福有人文此经典 信心不宁欺负圣彼 何况书写受斥读诵 为人解说 须不提 以妖言之 事情有不可思议 不可成量无边功德 如来为发大成者说 为发罪上成者说 若有人能受斥读读诵 广为人说 如来惜知识人 惜见识人 既得成就不可量 不可成无有边 不可思议功德 如是人的 则为贺担如来 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何以故 西伯提若乐小法者 作我见人见 众生见受了见 所以此经不能听受读诵 为人解说 须不提 再再处处 若有此经 一切世间天人 阿修罗所应供养 当之此处 则为是他 仅应恭敬 坐里围绕 一株花香 而散 七处 十三品 十二品 十五品 乃至十四品 后半部分 几乎 有一半都说了 此经的功德 是吧 如果有善男子 善女人 昨天已经讲了 初日分 就是从太阳还没出 但是用自然的光 用我们的肉眼 能看到手上的掌纹的时候 叫做初日分的开始 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几点钟 四点二十分左右 四点二十到十点二十 这是初日分 十点二十到下午 两点二十 是几日啊 中日分 然后下午两点二十到 几点二十 六点二十 是吧 相当于后日分 那么印度跟我们中国不一样 印度属于什么 南亚热带 对吧 他的每天到下午 差不多就六点十五分左右 就黑天了 很快就黑了 那早晨就是那个时间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罪障惜消除 事实常行菩萨道 快乐 好